就是这一栋位在信义区东信路35项82号属于国有财产署的围楼 在0403大地震当天掉落物差一点就砸中附近居民 因此立委林佩祥接到市议员韩世玉以及当地东民里长翁成中反应后 特地邀请国有财产署基隆办事处以及市政府文化局都发处和信义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国产署也同意只要市政府文化局查明这栋围楼不是属于屋林50年以上 属于文资审议保护的建物就可以尽快进行拆除 会看的结论就是国有财产署愿意从善如流把这栋围楼尽快的把它拆除 不过现在会因为这栋围楼已经超过50年了所以需要经过文化局文资审议 那这边我们这财产署行议做也会全力帮忙然后来加速这个审议的速度 一旦只要文化局一过关之后我有财产署就会从善如流把这栋围楼把它拆除掉 不过佩祥在这个会刊的时候特地有讲两件事情 因为这件这个是中央单位所以佩祥必须亲自下来跟我还是一桌一起办这个会刊 而过财产署在这个把这栋围楼彻底拆除之前 第一先要把这边旁边的损害利用用保险把它帮我们旁边的收债户来去做一定程度的恢复 第二点就是在这个围楼正式全部拆除之前 国家财产署也必须要添加一些安全措施像是护网之类的 以免瓦砾因为余政的关系再掉下来再对我们的人民财产造成更大的伤害 它顶楼的话之前就有东西就有下来 那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大家居民也都很着急 那非常的感谢我们林北江委员 那我们一起来赶快呢把它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活化 也算是一个拆除 那尽快呢还给我们市民大家一个安全美好的一个空间 谢谢 市政府文化局人员指出是否属于乌龄50年以上 属于文资审议保护的建筑物 大约三个礼拜内就可以调查清楚 另外由于旁边住户指称 这栋围楼的掉落物也有砸中他们家的建物 因此国有财产署基隆办事处表示将会请保险公司进行调查鉴定和处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